继续上课 接着讲本身第二段 也就是教材八十页 五脏所藏及其病症 上次课我们谈到 脾腾营营舍易 脾气须四肢不用 五脏不安 为什么五脏不安呢 一是从后天之本角度考虑 脾胃为后天之本 五脏六腑皆摒弃于胃 也就皆摒弃于脾胃 受到水谷精微之气的滋养 二是因为脾居中枢 脾居中为全身脏腑气机升降出入之枢 枢纽 或者要转输 简单的说就是个轴 气血升降出入 脾胃是一个轴 因此脾病的话可以五脏不安 实则腐胀 不能运化 所以出现腐胀 上次课我谈到 不要小看这个腐胀 腐胀就是腐胀满嘛 腐胀满 运化不能正常进行了 腐胀满 气机转输也不利了 全身气机出出入升降的 这个气机都转输不利了 喘粗威至腐阳等等等等 齿干以凡闷 腐满死 他同样说的腐满 这是腐胀 其实也就是腐胀满 是威重之后 腐胀还有精手不利 这个精啊 教材注释三 可以看到 甲乙精 做那个精 精味分明的那个精 一般的说 精指小便 手指二便之通称 所以说我们平常生活中的 解手解手 要从这个角度看 应该是解手解手 不过前一日子 我在报纸上看 有人做文章 说是在什么时代 这个这个抓捕了一些个老百姓 都拿绳子连上 一连个一连个 谁要想去大小便的话 就先解手 先把手解开 他有这么一种解释 那么如果 如果从我们传统的医学上角度 那个手倒也对 大手小手 他只不过是说 现在叫精手 精 是指小手而言 咱们习惯上 叫小手 实际上是小便了 手 教台也有注释了 说是通指二便 大小便 都可以叫手 也就是脾运化不利 可以出现大小便的失常 不通 或者是控制不住 都可以出现是脾之病 不过如果说是实症的话呢 那么看来还主要是不通力为主 大小便都不通力 因为脾不能运化 水液代谢失常 脏薄排除 也失常了 我们在讲五脏别论的时候 说过 特别提到过脖门 脖门意为五脏屎 水骨不得久藏 虽然是 这么在这里强调的呢 是脾可以出现这个问题 心藏脉 脉舍身 心藏血脉嘛 或者叫心竹血脉嘛 脉舍身 心藏神呢 它叫心藏神 因为心竹血脉嘛 所以说是脉舍身 其实也是心藏神 心气虚则卑 心气虚出现悲的症状 无骨悲伤 那时候心气不足 或者说是 盈血虚不能养心 悲本来是肺脂质 但是心虚 但是心虚也可以出现悲的症状 有一个甘脉大早汤 治疗脏灶 脏之所以灶 那就是饮血虚而不能养神嘛 所以病人无辜自悲伤 实则笑不休 实则扰乱心神 病人可以笑 这个笑是病态的笑 嬉笑不休 虚的悲不自胜 实则喜笑不休 有些精神性的疾病是这样 是作为疾病而言了 自言自笑嘛 自己叨叨咕咕 自己在那说 偷偷的笑 没人跟他说什么话 他自己笑 这种情况往往是心神之病 在精神病上头 特别是精神分裂 这个症状是一个很主要的 这个病人有自言自笑了 为什么自言自笑啊 虽然我们这里说 是心神受伤了 但是用现在的考虑呢 他这个病人是有幻觉了 比如说有幻听 他讲的这事特可笑 他听到了 听到了说的特可笑 当然也有怒骂的 那是另外的 也是幻觉的一个现象 这个自言自笑啊 是精神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据我看 是因为有幻觉 肺藏气 气舌婆 肺堵一身之气嘛 婆 骨质之婆 藏于肺 所以这里说是气舌婆 当然气虚就不能藏破 也可以出现一系列的精神症状 但是下单举例子呢 是举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 由于肺主气似呼吸 开窍于鼻 所以肺气虚可以出现鼻塞不利 呼吸之气 不正常 不通常 我们在讲五脏别论当中也提到过了 心肺有病而鼻味之不利 当然他讲了心和肺 这重点提出的是肺 虚 鼻塞不利 但是你看这个柱 柱四 不是柱四 柱六 鼻塞不利 四字 在素问调经论上 他说犀利 少气 犀利 同样的话 说肺气虚啊 那个说是犀利 那就是呼吸之气还通常 少气是一样的 跟那个本篇的记载是一样的 所以肺气虚啊 那一篇讲的是 讲的是犀利 呼吸还通常 但是少气 少气有个形容 呼吸气不够啊 甚至有的形容在内经上说 说少气不足语言呢 就说话的气都没有了 少气不足语言 嘻嘻的 说话都没劲 没力量说话 意思这个到底是鼻塞不利呢 还是犀利的 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 也不见得那临床上的这个鼻塞不利的人 就都是肺气时 也有虚下 但是话说回来 一般的来说 肺时的容易出现鼻塞不利 肺虚的相对比较少 所以如果按调经论的话呢 那么它是指着这个犀利 所以咱们教材呀 没有太说 当然认为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犀利嘛 所以教材注释上说是 从犀利角度可从 可从什么呢 可从调经论的说法 那是临床常见 但是我说 虚也有个别的 就是鼻塞不利 食则喘喝 胸盈养息 废弃食有食邪 所以就气喘喝喝 废弃食有食邪了吗 说宣将不利了 于是气喘 胸盈就胸中满嘛 有食邪吧 说胸中满 而不 而养息呀 不能弯腰 不能低头 仰面呼吸 现在有个 现在医学临床解释 有个说明 有证实说 端坐呼吸 不能凭我的 所以不能低头 尤其不能低头 养息 仰面呼吸 仰头这么喘 这是有食邪之故 废弃食 胸中邪弃食 所以是胸满 养息 胸藏经 精舍质 胸主藏经 又主治 神魂破意志 胸其虚异则 觉 我们在讲上一段的时候 已经谈到过了觉 胸其虚异则 觉 有含觉 有含觉和热觉 肾阴虚 依虚 这热 所以 病人从足到漆 发热 是肾阴虚的热觉 肾阳虚 从足到漆 含凉 冷 叫含觉 总之 这觉 是和肾 关系最密切 是和下交 关系最密切 这个觉 是指着 手足 觉冷 或者手足 觉弱 不包括昏觉 不是昏觉之觉 食则账 肾 有食邪 也可以出现负账 由于肾是水火之宅 特别是 肾阳虚 不能温化 不能温化皮土 肾阳虚 火不足 不能温化皮土 也导致了负账 肾 肾阳虚 或者肾气虚 不能够治水 使得水液停留 也可以出现负账 所以 食 这个食是指食邪了 我说是肾气不足 而有食邪停留 因此这个食 是相对而言 其实某一藏的食 都是相对而言 没有正去虚 它不可能有食邪 从这个意义上讲 鞋之所奏 其地必须 鞋气正 做食 鞋能够侵犯 必先有正气之需 这食正也先有正气之需 因此 但是总的来说 分食正虚正的话 那么有食邪 可以出现腹部账满 运化不利 气化不行 水也不能正常排泄 水也不能正常排泄 糟薄也不能正常排泄 实则账 五脏不安 肾为先天 阴阳水火之宅 所以 肾病 也可以影响到五脏 你看 本段五脏所藏 及其病症里边 关于五脏不安 一个是脾 一个是肾 脾是后天之本 肾是先天之本 虽然在内经里头 没有先天之本 后天之本的说法 没有这个词在内经里头 但是他那意思 还是表达的很清楚 只有脾肾之病 才提出来影响到其他五脏 当然不是说 别的脏会有病 不影响其他脏 也影响 但是最透出的是脾肾而脏 所以食则账 五脏不安 但是这句话 你不要这么样理解 说只有肾食才五脏不安 肾虚就是觉 不要这么理解 肾虚也可以导致五脏不安 上文所说的脾虚导致五脏不安 那脾食就五脏安 也不是这么理解 所以脾肾之病 虚食不单是本脏之病 都可以影响到其他的脏 那这是这两脏 他的这个这个生理功能的重要性 涉及到全身的问题 下面那是总结了 所以在诊治疾病的时候 必审五脏之病形 所以在临床诊治疾病的时候 首先要审查五脏病的病态 病形症状 疾病的症状 都出现哪些症状 是属于哪一脏之病 必须要审查 那气喘 胸鸣养养兮的 首先应该考虑到肺 那个鼻塞不利的 或者鼻吸力少气的 也应该啊 考虑到考虑到肺 是吧 所以呢 必审五脏之病形 以知其气质虚实 知道病在哪一脏 然后到分析它 是属于实证 还是属于虚证 是正气之虚呢 还是邪气之实呢 变成虚实 既知病所在之脏 又知道正之虚实 谨而调识也 谨慎的认真的 仔细的来调治 这段呢 串几昂 我们就讲这里了 理论阐释 提出来的问题 一点 只是神与脏腑的问题 脏腑藏经 神是精气所化 所以脏腑精气的充盈 那么神就充沛 脏腑所藏经气的虚衰 神 也会不足 所以 神和五脏 关系是 至为密切 这里提出来 这样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神 和五脏的 关系问题 这里提出四个问题 主要是谈的 神和五脏的关系 或者说 神和形体的关系 因为行神 是相对而统一的吗 行神是相对而言的 但是行神又是统一的 所以从行与神的关系上 这行主要是 这里主要是谈的脏腑 当然也谈到了 下面也谈到了 齐横之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神与行的关系 是说 神主于心 或者说是 心藏神 心主神 这个观点呢 在内经里面 讲的是挺多的 比如我们在讲 灵兰密典论的时候 学过说 新者君主之观 神明出现 六解荡象论说 新者生至本 神至遍野 这是讲 主要的一个观点 有心藏神 心主神 第二点 神又分属于五脏 这在内经里头 这个观点 也是很明确的 只不过是从后世 特别说是近几十年 神分属于五脏的问题 说的少 甚至于 有被忽略的这种倾向 其实这是不对的 从中医传统理论上说 从内经以来 关于神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分属于五脏 怎么分属的 就是像本篇所说的 心藏神 肺藏破 肝藏魂 脾藏意 肾藏志 五脏 都藏神 因此这个五脏呢 在内经里头 又称它为五神藏 六解荡象论有 神藏五 行藏四 神藏五 就是五脏都藏神 肝心脾肺 肾都藏神 神魂破一致 总的来说都叫做神 这是神藏于五脏 这也是内经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或者说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再有呢 这又谈到了不可避免的 又谈到神 基于脑水的问题 特别是西医学传入 传入以来 那么西医学很明确 大脑 是藏人的精神 人的精神是出自大脑 它有解剖 作为依据 因此呢 学中医的先生们 也不免得要接受那种观点 那么那种观点是不是现实 也是事实 但是从传统理论上来说 中医科把神不单是归在脑 当接受了西医学以解剖为基础的 那个知识之后 在一段时间之内 特别在近几十年之内 人们在学中医的时候 就往往说心呢 心就是这个心 还有这个血脉之心 还有这个脑水之心 只不过咱们传统的古代呀 把这心呢 说得好像不准确 把这个也叫心了 好像形成那么一种观点 其实从中医传统理论来说 它不是这样 虽然内经上有脑 有水 比如我们在讲五脏 那个别论的时候 脑水古墨胆 女子包都谈了 脑 只是和女子包 胆 等等的 它是同为 其行之府而已 在内经里边 脑与神志有些影响没有呢 有的 他说脑水虚 人就耳鸣 耳鸣是个 用现在话说 是个神经性的问题呀 是吧 那么又引证呢 说是这个 李时珍本草纲目 在讲心仪这条 说脑为原神之福 这原神呢 原神呢 在概念上 和我们现在所说的 张景悦所解释的 解释那个 清爽 智慧 不是那个神 聪明爽朗 原神不是指的聪明爽朗 原神就是指的 原来就有的 神上自然 自然的生命 带来的那种 那种神 尽管他说脑为原神 原神 是张 是这个 这个李时珍 谈到了这个问题 和我们现在所说 精神意识的概念 也不完全相同 当然我们要从内经来说 没有这个说法 内经有 叫什么呢 投者精明之福 咱们以后可能讲到 来素问的 脉要精微吧 脉要精微论的话 投者精微之福 有过精明之福 内经有过这个记载 但是从那段原文上来看 投为精明之福 这精明呢 他说的眼睛 叫精明 眼睛藏于这个头上 当眼睛也反映人的精气神 当然关于脑的问题 现在也有著作出来 叫中医脑病学 它是从解剖为基础的研究 那么中医也得治这个病啊 人现在诊断清楚了 CT出来了 核磁出来了 明明发现这里有问题了 那么脑病呢 也得承认 那确实病在于脑的 所以也有中医脑病学的 这个书记出版 应该是很不错的著作 但是就传统理论而言 脑和神的问题 从我们中医传统观点上来说 并没有像把西医联系近切的 那么那一个认识 也正是因为这个呢 正是因为西医学的传入呢 我们中医接受了一部分那样的观点 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观点 把这新唐神呢 认为内经时候 古人把这个问题认识的 有缺点 不全面 所以认为这个是新了 把这也叫做新了 因此说 新唐神容易接受 说那是那个新唐之神 那个新旧指这个 五脑唐神之所以往往被忽视呢 这个五脑唐神 西医观点没法解释了 好像就不容易接受了 不容易接受了 是这个跟西医联系不上了 是跟西医很难联系的上 但是我告诉各位 将来很可能联系的上 因为西医学也在进步 这是不是主要的 是主要的 其他脏 西医没有脏服 其他的内脏 用现在解剖学观点说 和精神活动有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 有关系 有一种太累 认为是精神活动 一个必要的物质 叫太累 太累在脑子里头存在 才有精神活动 可是后来 最同样是 现在医学发现的 这个胃肠里头太累 太累了不是一种吗 结构大体相似 结构大体质 它是属于那类嘛 分子结构是大体质的 在胃肠里边 所含的太累 要比脑子里的还多 所以西医原来叫神经态 后来叫做脑肠态 谁说胃肠没有 谁说胃肠不影响人的精神活动 其实肝有没有 从解剖的肝上 解剖的肺上 解剖的心上 都有这类物质 因此 内经时候 不单是用五行为基础 把什么都画到五上去 是 把很多东西都画到五上去了 五脏为中心的 把精神活动也分到五脏去 不单纯是为了划分五而划分五 它是有实践做依据的 是有事实做基础的 就说治疗神治病 我们有时候治肝 有时候治肺 有时候治肺 有时候治肾 也有时候治心 或者说治心的时候 相对来说比较多 你也不能说 有时候治脑治脑治脑 你没有办法 哪个要是入脑啊 所以整个这个理论体系上下来的 它是有实践基础 很可能将来会找到物质基础 所以盲目的 固步自封是不对的 虚无也是不对的 网字菲薄也是不对的 应该吸取别人的精华 丰富我们的理论是可以的 是应该的 而且从我们内经时代就主张 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 这个咱们教材上没选的一篇 叫素问的一经变弃论 一经变弃论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要求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 学习新的知识 来丰富我们自己 就是要求不断的同志 这是一经变弃论的话吗 他说去故旧心 乃德真人 去故就是 他是指着故旧之粗陋的东西 抛弃我们一些不恰当的 所谓阳气其糟博 旧心不断的学习新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医生 才能做到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去故旧心乃德真人 那不是要求不断学新东西吗 还有圣人杂合一致各得其所一 作为治疗方法来说 也是要很丰富的 要不断创造新的治疗技术 学习治疗方法 杂合一致各种方法都可以用 但是要各得其所一 适宜的你才用 哪种方法适宜治疗什么病 你再使那种治疗方法 而不是生搬硬套的用 不管适宜不适宜 我就适宜这方 我就会这一个方法 什么地方都使这方法 那是不对的 所以从我们传统理论来说 不排斥新的东西 而且从内经来说 就要求人们不断学习新的东西 所以任务者为之心 不接受新东西 那就没有新了 那就叫没新了 但是接受必须是符合 或者说在我们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 丰富我们自己的理论 不要说先认定这个就是好的 我和他一样 我就是好的 我和他不一样 我就是不好的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同样也不能说 他不和我一样 他就是错的 那不一定 科学的问题是复杂的 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的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的 这是正常现象 第三是关于神迹与脑的脑水的问题 话说回来 在中医学的历史上 曾经有过一段 认为脑水是和神志上关系很密切的 和内经不大完全一致 有过这么一段 这个段呢 起码我们在南北朝时代 有这种理论 而这个理论呢 现在突出表现在 就在孙思淼的千金方 和王涛的外排密钥上 他那两个书都是方书 千金方大家知道 贝极千金药方 是唐朝孙思淼 药王的书 简称叫千金方了 就贝极千金千金药方 全程是这个 贝极千金药方 还有汪涛的外台密钥 也是这个唐朝人的 这两部书都记载了什么呢 记载了南北朝时代的 这两部书 吉艳方 记载了还有一部书 叫做什么呢 叫山凡方 叫吉艳方 这两部书 是南北朝时代人的著作 这两部书 我们从这个千金外台 他们收集到这两个书的条文上 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 好像对脑水和精神活动 联系比较多 但是话说回来呢 这个学术观点呢 内经时候不是那么突出 在以后呢 又不太被重视 所以在我们中医学上 逐渐的这个不太提了 没有发展起来 这个理论 没有发展起来 只不过是这两个书的方子 在千金和外台上有 有一些方子 临床上还是比较常用的 脑水和神志关系 这个 这个理论 或者这个学术观点 这个在唐以后 没有发展起来 一千多年了 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 这是关于 神基于脑水的问题 也等于是个讨论 虽然叫做理论阐释 这也是个讨论的问题 现在还在讨论 也有一些中医学家 那就是强调的是脑藏神 第四点 是神与胆相关 这在内经里就有 胆者中正之观 决断出言 决断当然就是 那个精神活动的了 精神意志的表现 这是决断 这胆 胆是六腑之一 在这个理论探讨 理论阐释方面呢 我们这一段呢 主要提的是 这样一个问题 下边讲新的内容 第七节 盈畏生会 教材的八十一页 这一篇 是因为他讨论了 盈气胃气的生成 运行与汇合的问题 盈气有个运行规律 胃气有个运行规律 这两个气运行当中 还有汇合 讨论了盈气与胃气的生成 和汇合 运行汇合问题 因此篇名 叫做盈畏生会 这一篇呢 我们是全部选选下来了 给他分成了 这样两个大的段落 第一段 就是讲的 盈畏运行与汇合 第一段 主要的讨论的是 盈畏的 盈气 胃气的运行与汇合 那么看来 篇名 主要是 根据这段起的 当然第二段 讨论的内容 也涉及到了 盈气 胃气的运行问题 第一段 盈畏运行与汇合 我先把它读一下 皇帝问于齐博曰 人烟受气 阴阳烟惠 何气为盈 何气为位 银安丛生 位于烟惠 老壮不同气 阴阳异味 愿闻其会 齐博答应 人受气于骨 骨入于胃 以传于肺 五脏六腑 皆以受气 气轻者为盈 着者为位 盈在脉中 胃在脉外 盈舟不休 五时而复大慧 阴阳相惯 如缓无端 胃气行于阴 二十五度 行于阳二十五度 分为昼夜 故气至阳而起 至阴而止 故日中而阳龙 为重阳 夜半而阴龙 为重阴 故太阴主内 太阳主外 各行二十五度 分为昼夜 夜半为阴龙 夜半后 而为阴衰 平淡阴尽 而阳寿起 日中为阳龙 日夕而阳衰 日入阳尽 而阴寿起 夜半而大会 万民皆卧 命月和阴 平淡阴尽 而阳寿起 如是无以 与天地 同吉 皇帝 日老人之不 夜明者 何弃使然 少壮之人 不咒明者 何弃使然 齐伯曰 壮者之气血胜 其肌肉滑 气道通 盈畏之行 不失其常 故咒经 而夜明 老人之气血衰 其肌肉枯 气道色 五脏之气相团 其迎气衰少 而胃气内放 故咒不经 夜不明 除了讲了 迎味生成会合之外 还有谈到了 这个老年人呢 白天不有精神 夜里呢 睡又睡不时 这是和为其运行 关系最密切的 或者说 和迎味运行 关系最密切的问题 下面串讲 人烟受气 烟是哪里的意思 人从哪里接受气呀 其实是说的 人从水果 人接受水果之 通过脾胃 运化 产生的 精微之气 人烟受气 受水果之气 阴阳烟灰 阴主 阴属阴 胃属阳 阴味是怎么样 相互汇合呀 或者说 阴气 胃气 既行于阳 又行于阴 这个是怎么样 汇合呢 有阴 有阳 又在阳分运行 又在阴分运行 怎么才能汇合呢 说叫阴阳 烟灰 在哪里汇合呢 和气为阴呢 说阴是什么呢 和气为位 是位是什么呀 位气是什么呀 阴安聪生 这说的是阴安聪生 实际就问的阴味 是怎么生成的 位于阴会 其实就问的是 阴味是怎么 在哪里相会的 说的是阴安聪生 实际是问的 阴味在哪里产生 位于阴会 实际问的是 阴味在哪里汇合 老壮不同气呀 老年人和壮年人 其气血不同 或者阴味之气不同 阴阳意味呀 阴属阴 阴指的是阴气 阳说的是位气 阴气和位气 它们所在的部位不同 对不对 阴气是属阴 位气是属阳 这两个气呀 所在的位部位不同 寻形的部位不同 那么我想听一听 它们怎么才能汇合呀 在哪里汇合呀 当然是提这么个问题嘛 这不讲的 阴味的生成 阴味的汇合 下边回答 第一个问题 人言授气的问题 说人授气于谷 人言授气啊 授气于谷 授气于谷之后呢 谷先入于胃 胃为水谷之海 谷主纳嘛 所以说谷入于谷 这个谷 看来又含有痞的功能在里头了 以传与肺嘛 我们在讲经脉别论的时候 不讲过了吗 引入于胃 又一经气 尚属于脾 脾气散经 尚过于肺嘛 所以说谷入于胃呀 谷的是胃 其实也涉及到脾的运化 然后经过脾胃的运化 把精微上传与肺 通过经脉传到肺脏 肺主宣发 布散水谷精微之气 所以五脏六腑皆已受气 五脏六腑啊 都能够接受水谷精微之气了 因此人言授气呢 人又接受水谷 又接受这个脾胃化生之气 经过肺的布散 而受到了水谷之气 这回答不是人言授气吗 下面就问了 等于是何者为盈 何者为位的问题了 何气为盈何气为位呢 他水谷精微之气 其轻者为盈 这个轻 是指着如润的 为之轻 浊者为位 浊是指着飘悍的 飘悍之气 柔润的是说的 他把它称之为轻 这是指着盈 飘悍之气 他把它叫做浊 和我们一般概念 轻浊轻浊的不一样了 因为一般的概念来说 这个浊为阴 轻为阳 可是这里呢 阴是属于阴 胃是属于阳 所以这个轻浊 是特定的概念 在内经很多篇里头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字意 一个字 或者一个相对的两个字 同一个相对的 同样的相对的两个字 在不同的地方 就有不同的意思 这在内经里头 非常常见的 这个轻者为盈 就是说 水谷精微之气 都用那种柔润的 那是盈气 那种飘悍的 浊气 那就是胃气 在运行总的特点上 运行当中 他们在运行当中 主要的区别有 盈在脉中 位在脉外 盈属因 以形于脉中 为其主体 主体巡行路线 所谓主体巡行路线 也就是说 脉外呀 它也得有盈气 但是主体巡行 是 盈在脉中 盈属因 而行于脉中 位在脉外 位属阳 是飘汗之气 它不入于 不在脉中 主体路线 不在脉中 而巡脉而行 在于脉外 哦 有巡脉而行的 总之在脉外 咱们具体巡行路线 在理论阐释当中 再讲一下 因为它属羊嘛 所以它 以脉外为主 盈舟不休啊 盈 这个盈字 盈舟不休的盈字 是运行的意思 是盈运的意思 盈是盈运的意思 其实盈气之盈啊 也是盈运的意思 为气 为也是盈运 运行的意思 盈为二字 你要查 此元此海 这俩字 意思基本相同 盈者卫也 卫者盈也 都是运行的意思 环州运行 因为环州运行了 就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你看那军队 那叫军营 他就是环州的 一般的军营 都是环州的 他也有防卫的意思 卫气 卫 也是环州的意思 他也有保卫的意思 所以盈位在二字的本意 是相同的 只不过在我们医学上 为了区别 他们的功能 以及运行上的一些特点 这个叫做盈 轻者为盈 卓者为卫 其实反映了 他们有共同的特点 共同什么特点呢 都有盈运行 所以盈州不休 盈是运行 周是循环了 循环往复 叫做周啊 所以这个盈位二气啊 他们都是往复循环的 不断的运行的 他叫应周不休 不能停止啊 五十二复大会 巡行五十周 而大会一次 盈气运行五十周 位气运行五十周 每五十周 这两气大会一次 阴阳相惯 如火而无端呢 这个阴阳 阴阳相惯呢 阴与阳 怎么相互贯通呢 这是讲阴阳相互贯通的 比如说 盈气运行 按十二经的顺序 为主体路线 它是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这阴阳相互贯通的 比如说 守太阴到守阳明 守阳明到足阳明 足阳明就到足太阴 它不是一阴一阳 相互表理相互表理的 一阳相互贯 相互联系 如环无端呢 它是不断的运行 位气也有它的运行规律 那个主体路线巡行 有循环的 它如环无端 不能中止 要终止了 这人也就生命皆输了 所以啊 说阴阳相贯 如活而无端 这阴阳相贯 其实还应该有个意思 就是脉内脉外 叫阴阳的话 阴卫二气 也是相互贯的 就是出于脉者 都是为气 入于脉者 就叫阴气 它脉内脉外 也是相互贯通的 不是一个总在卖里走 一个总在外卖跑 那不是了 只不过 这俩是一气嘛 入一卖的就叫做赢了 出一卖外的那个气 就叫做胃了 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划分 不是绝对的 要绝对的生命也没法维持 阴阳必须相贯 所以这阴阳相贯呢 我们看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阴阳相互 阴晶阳晶啊 相互联系 相互贯通 一是脉内脉外 阴卫二气 它也是相互贯通的 休息一下 我可以必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